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害女子当天因为烂醉倒在夜店门口 警方到场她惊爆被眼角有信心的男子性侵 说的就是胡瑞儿 她出庭否认性侵 声称当天在舞池被害女子就大胆摸她下体 后来两人到楼梯间女方开始呕吐 她没了兴致应不起来 最后自己打手枪解决坚称自己没有强迫 但因她在夜店楼梯间被拍下黑手动作 检方因此认定胡瑞儿解释性侵 依趁机性交罪将她起诉 权案目前由法院审理中 东新闻台北报导